一箱一箱的物资里面装的是对防护疫情的重要装备 园警们在外执勤身处第一线风险 立法委员江永昌与警察结捐赠防疫物资到中和警分局 希望透过防疫物资的捐赠 让园警无后顾之忧 给予安全的工作环境 那我特别媒合了大学光学科技医疗团队 他们是属于一个眼科技术诊疗的相关 其实大家都知道眼科就是重见光明 希望中和能够早日脱离中热区 希望全台湾的疫情可以早日平息 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我媒介了他们 他们总共捐出了1500个护目镜 然后2500件防护衣 以及2500个面罩 那其中特别分配到我们中和分局 有300个防护衣 以及700个面罩 此外新北市医员张志豪 与十家企业捐赠蔬菜盒 及250盒的西点餐盒面包 让园警们结束勤务时 能够保有充足的体力补充 蔬菜盒则是每箱菜色各有不同 让园警们不论局中烹调 或是带回家当每日烹调食材 都能感受到各界对园警们的关心 警察结尾特别在邀请社会里来集结 包括送这个250份的餐盒 给我们第一线的指勤远警 可以做点心 在指勤完毕之后可以享用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这个菜坝子 就是有50盒 这个防疫的菜盒 这个蔬菜包 可以让园警 可以带回家来食用 那相关的物资 不管是硬体也好 或软体也好 我想这个都要 集结社会力 来协助园警 那我们共渡难关 我们非常感谢 在这段期间 有很多的社会地方士生 不惯捐赠我们很多防疫物资 那提供我们 同仁在执行勤务中 最完善 最安全的保障 让同仁们在执行勤务 可以有最好的后盾 那我们这边 特别表示诚挚的感谢 那今天也是警察节 我想这段期间 同仁都非常辛苦 包括昨天端午节 很多同仁应该都第一回 没有办法回家过节 都在第一线的感位上来执行 那再次感谢各位 大家的协助跟支持 6月15日警察节 明代和企业联手送关怀 感谢原警在防疫第一线的辛劳付出 感谢人民保姆守护大家安全 记者在您家综合报导